吴宁娜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1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现在开始对你来关心 4月份强政过后 常年与台湾关系友好的日本长野县 新井泽联合会议 取之平饭店以及天成饭店 在之前一同来拜会县长徐正伟 并且也分别捐赠了新台币10万元 要援助花莲振灾的重建工作 4月份强政过后 常年与台湾关系友好的 日本长野县新井泽联合会议 持之平饭店以及天成饭店 在日前一同拜会县长徐正伟 并分别捐赠新台币10万元 不仅展现台字友好的深厚情谊 更是一份温暖力量 为正在重建的花莲带来希望和鼓舞 会谈中徐县长也不忘大力推销花莲 并洽谈双方旅游人口带动的可能性 期盼透过双方共同合作 相互宣传行销 创造产业商机 并期待能促成花莲县及长野县的包机直行 增进双边及貌往来 及多元人文历史 让花莲走向国际 世界走进花莲 记者 许丽琴 花莲师报导